这边是选择搬掉了剑魔和奥拉夫 而在另一边LNG应该是要搬掉奇亚娜的 奇亚娜塞拉斯这些英雄肯定是不会去放的 奇亚娜放Ruki实在太恐怖了 对啊 Ruki最近Rank疯狂在玩奇亚娜 很恐怖 这边的话搬掉剑魔 Ig自己不搬塞拉斯 那看一下LNG搬不搬 杰斯 LNG这边看一下不要搬一下杰斯 因为泽塞上场了 可能让Ig拿到杰斯的话不是特别舒服 因为可以中上摇板 主要是平常队伍是两个人都会用杰斯 而Ig这两个人的杰斯都是顶尖 都是玩得特别溜特别好 而且还一手九筒 或者两个都不搬 然后一人一个 都没有搬啊 这边抓了手阿卡丽 放条命一手很多啊 看一下Ig一强强什么 塞拉斯 塞拉斯还是去拿的 塞拉斯 这边LNG还是可以卡沙的 卡沙再加个其他的 现在既然是班勒阿卡丽 其实刀妹是可以拿的 九筒也可以先拿一下 九筒 这边思考 瞎子又来了 桑巴也亮了一下 亮一下吧 亮一下吧 真的算了 真的算了 桶子好 因为瞎子这个 这个英雄的容错率太低了 很容易就出事 而且当这个英雄烈士的时候 没有用了 就透明人 就纯工具人 出个骑士姿势 诶 这手 汤什么意思 死个 不要抢卡沙吗 这 卡沙还是找好的 还是可以去拿的 对 九筒也是有可能的辅助 还以 如果九筒要去辅助 那钱之威这么早就亮出来 这个意图没有必要啊 还是要把卡沙先拿了 应该是烧粉这边 随便点几个英雄 队友还没决定好 队友还没决定好 到底要拿什么 卡沙 卡沙拿了 在这个BO5的前两场里面 IG的优先级还是 先注重了 还是先没有 维罗斯汤姆还是拿 一样的一个效果 上一把打出来了 对 就卡沙这个英雄 虽然是两枚 AG都非常喜欢用 但是IG这个 还是明显要下路压式 这个下路还可以压式 LNG其实现在选了卡沙 选其他的 除非他这卡沙 摇其他路 其他选的路线 不然选什么都没用 很难在下路把 维鲁斯和塔姆 这个点压式 卡沙加一个辅助 确实会被压 不可能打得过 维鲁斯加塔姆 还选个偏保护一些的 布隆 这把是没有选落的 看一下第二个 这把可以选的很多 牛头啊 泰坦啊 但是还是选偏保护一些 上路还是想打一个 偏发育了 那这边球统是确认去打野 IG这边其实 赛拉斯是可以摇的 因为赛拉斯现在 打中打上打野都有 毕竟现在还没有到 还是沿用的 9.115的一个版本嘛 这边还果然是 把杰斯给搬掉了 第二轮再让IG去拿 会不会太舒服了 肯定是要搬掉的 嗯 这边 吸血鬼要不要搬一下 LNG这边 我们看到 IG这个赛季的 杰斯胜率是100% 所以LNG是直接摁掉 这边是把分分的飞机 现在再询问上单意见 血鬼什么的 你想搬哪个 搬刀妹 感觉搬刀妹 是不是自己要拿血血鬼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LNG这边再出血鬼 我觉得AP伤害有点多 对吧 可能出AD位好一点 ID这边 再考虑一下这最后一手 如何抉择 卡密尔 班卡密尔 LNG这边看怎么选 现在是留了中上 他是可以 他是被counter一个 然后再counter对面 这得看留哪一个人被counter 或者选一个上中都能玩的 可以摇的 再摇一个 尼克 小炮 前面刚提到 小炮先显出来 那意图太明显了 这个小炮中单 对啊 但小炮也能去上 对小炮也能去上 之前有拿小炮上单来打像建模这样的一个英雄 沙皇 如果选沙皇不是特别符合IG的一个节奏 IG 他的整个团队不是特别适合沙皇和飞机这样的英雄 他就是前期要打架 他要前期去做事情 他要打取新程度 这是IG这个队伍的风格 凯南 紫帅的凯南还是比较靠谱的 那如果说中路再选择一个AP英雄的话 上单这一把紫帅的凯南 我觉得玩单带的AD凯南会比较好一点 不然整个阵容的一个AP输出有点过高了 我想来一下弗兰朵吃一把好像是可以拿卡尔玛 卡尔玛还在外面 对 卡尔玛他首先给塞拉斯偷的话 塞拉斯不会偷特别舒服 而且自己这个阵容因为是个双射手 像卡尔玛挺不错的 如果说这边 塞 这边是 死哥打野 对死哥打野 卡尔玛更好 因为卡尔玛还有个群众可以防死哥 刚刚提到小乐言之前表现亮眼的死哥 这把又亮出来了 入侵型打野 LNG这边还在思考 卡萨丁 卡萨丁好像也可以 血鬼 血鬼的话打团LE就比卡丁更高一点 但如果选卡丁的话 这把主要是看到IG这边 好多法师啊 跟卡丁 打法师会特别好打 他自己有个被动嘛 可以天生就可以减磨伤 对 这种选定就绪 这把IG的阵容 上了紫下之后 然后他这个阵容选下来 就不能说好或坏了 就只能说选择很有IG的风格 他这个阵容就是 他打了下路 然后会入侵上半区 会不停的去中期打架 他伤害是非常足够的 在中期 就不会像上一把一样 伤害会在中期缺失 LNG和上把一样 实际说中路可能要打点优势出来 这边马上伴随着 我们梅赛德斯奔驰的标志进入到 我们召唤师峡谷当中 马上带来的是我们 常规赛 我们这边季后赛的第二局的一个比赛 IG对阵LNG 我非常感谢现场的粉丝们 小分威也很调皮 直接在中路上起磕来了 这局则学带的是一个强攻 那AD凯南的话 打吸血鬼还是蛮好打 他这把 其实真的是要AD凯南 没有办法 这个整个阵容的AP点太多了 这把AD凯南还挺好 直接一上去 打出一个余阵 余阵 打了一套 但是这波换血换下来 小炮赚很多 赚大了呀 把这个rookie直接点成半血 这边死则是单开篮吧 这烧粉 每把都让队友帮打篮啊 这队友挺帮忙的 说什么 我说什么 羡慕了这种帝王待遇 是吧 因为现在的比赛 很多情况下 都是打野去solo一个F6开 或者三浪开 也是因为他们双队路看到 就上一把这样强势的一个双队路对线 下路还是要做比较大的牺牲的 卡牙的情况下 还不如说把线放过来 能帮solo分多少 帮助solo分多少 而且即使你是先上线了 你也推不过这个 对啊 没有意义 所以去帮一下打野是可以的 这边右翼上来 再出百个矩阵 学了一个W AW一下 但小炮跳上去之后 直接上点燃了 再A出被动 再跳一下 闪现点燃能点死吗 差一下 差一下 直接越塔强送了 伤害计算上来 差了那么一点点 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 他的意图有点太明显了 他跳上去的时候 Rookie直接闪现走了 心里有数 不会让你A出这一下来 直接交闪现 拉开距离了 这样的话 中路的对线可以说是 优势没有了呀 本来这个英雄选出来 应该是特别好打的 对 因为萨拉斯打这种 AD伤害的英雄 其实说实话 手长的是特别难打的 就是可以看到 每次E上去换血 换血之后 自己的血线都会被压很残 这波纷纷如果杀了 他如果更果断一点 可能就会好了 他如果直接闪现上去 WA 然后杀了人 然后再W 再W走 对 我们看一下 这波Rookie先上 他技能焦光了 他是没学Q的 学了E技能和W E技能 他只有回头了 中间如果闪现 A再W过去 对 但是中路这里 这波Rookie应该是回家 直接踢出来 踢出来 想一推这波线 那这波打完 好像你来一波 我来一波 LNG又稍微转了一点 因为毕竟这波Rookie没有TP 他中了推波线 而且这种中路的 一换一人图来说 你后死的那个 肯定是要更亏一点 因为你的经验值 要更多一点 这波也没有TP了呀 这波线还要 就让乐言过来 把他吃了 看乐言这边爽的呀 死哥这个英雄 前期能吃点队友的 现在是挺爽的 谢谢老板 老板大气 老板身体健康 十波线 有点爽 就每次打野 就是有这种 恩惠的时候 爱勒利心里 总是会有一些羡慕 羡慕忌 因为你一般比赛里面的打野 你只能刷野 你发育不会超过线上很多 但如果有两波这种情况的话 你可能就会超线上发育 DWB说我不服 看一下本场比赛的第一视角 是给到了深墙哥大 可以去各大平台去了解一下 深墙哥的吸血鬼 打一个AD凯南 打AD凯南 现在也没有被压 也没有被压 我们看一下上一波 这边是 踢出来直接二段一用了 那这波九筒在旁边 没有逃生技能量 闪现也没有了 而且这一波的话 九筒也是没有交什么技能 他直接走过来 这波是 非常直接的 直接的一 这波Rookie踢中的想法 被骚粉给捕捉到了 因为小炮已经走出来了 这边塞拉斯中路怕灰线 肯定还是要 肯定还是要踢出来的 毕竟小炮现在都是在爆破的 就是说中路推线 然后如果你去游走 我就觉得中路爆破吃两层 上过AD凯南打吸血鬼 也是比较好受 就这边吸血鬼会比较难受 对 吸血鬼前期 一直被A Q吸血还是吸的比较少的 要到九级之后 对线可能才舒服一点 随便在这里 他可以出个小弯刀 然后直接来个智慧默认 跳走 中路的对线来说 等级起来之后 Rookie还是比较舒服的 只要能二段一 这边被一个 卡士也看到了 来乐园 这里有一点点危险 但是九筒 这波气能较得差不多 一技能看下 二段一拉住了之后 直接差一点伤害 而且这里下面已经有人在接着了 好像有点难走 往侧一走 这个位置也是在接难逃的呀 怎么走 Rookie的一应该马上要好了 是的 一好了 没有练到 这个走位非常细节 还有一个爆炸果实 又躲了一下 二段的Q 他要等Rookie过来 再把Rookie炸走 很细节的 这真的要 走 这 要一好了吗 还差个两秒 这拖了好多时间 又跑了 再等一会儿 他可以送塔 那这一波 纷纷在中路 可以吃一个一层的塔皮 再捡个数 那我感觉稍分 这边 这里一见 这里一见 但是中路 乐岩在这里 有点危险 给那个点燃 没人可以救 这边 这边躺 死了自己 这个跳舞的地方 如果往旁边 往左边跳会好一点 没有人可以追上了 其实 对 但是 纷纷可能没有想到 这都能 这个塔为什么要打我呢 他本来已经拉开了身位的 对 因为一开始的话 是没有进塔的范围的 但不得不说 索分这一波 就是真的灵性 一度大家都以为 这个已经走不掉了 通过几个机灵的走位 夺掉了关键性技能 拖住了Rookie 非常多的时间 让纷纷在中路 把一层的塔皮给吃了 而且还成功击杀了乐岩 但是 如果他送下路高地塔的话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因为毕竟 那个位置 Jeky回家了 Jeky忽然出来一见 收了一个人头 但是 阿修罗应该有点闷 怎么回事 这个人回家之后 拿了一个人头出来 开始了乐岩这边 对面怎么六分钟 就有第二个红buff了 纷纷这一把倒是 有点 咋说呢 上路血鬼 压一波血线 在杀还是难杀的 主要推 推线加换血嘛 这边过来抓乐岩的状态 乐岩没有闪现 所以的话 Rookie过来讲究一下 这边扫粉被打到墙上 自己走位是躲不了 这个大招的 让一下人头 上路两个人对拼 刺激刑是单杀掉了弗兰朵 但是这里好像有点难走啊 纷纷又来了 但纷纷这时候火箭跳跃 已经cd了 闪现一个大招 直接炸死之帅 哇 这边纷纷 很果端 化身 峡谷捡落王 谁来上路再捡一个 Rookie来了 嗯 高方前期打的还是比较激烈 现在两边都没有大招 看一下纷纷要不要有没有想法 还是稳一点 推线回了 纷纷这一手独特的英雄师 有点底 真的 这这几小炮 有点底 司刚饿了已经 你说他有失误吧 他其实也有 但是他 这个操作 好像 就是说他找的机会 又没问题 对 确实都是能杀的机会 嗯 有点小失误吧 一直打到现在 小炮四个人头 起码小炮是舒服的 其他人舒不舒服 那好像就不管小炮什么事了 这一场下路 对线到没有上把 这么惨的 现在只吃了一层多层 主要一个问题 还是在于 这把下路 这个布隆 会对塔木有点威胁 而且主要的一点 还是在 这边又来找死哥 这个炎是没有闪现了 这个太凶了呀 兄弟 你这没有闪现 直接过来反野的 人头发 心中打架 小段这边要被留住了 赶紧退 没关系 走了 这好像也是我们前面说的 就是 热炎死哥的一个打法了 烈士也要反野 你的野区就是我的家 我就要进你家 不这样一个打法 反而LNG有机可乘 他前面那波 交闪现 交的有点伤在野区 交完之后 自己在野区已经被找两活机会了 这边是把折赛换到中路来对折三分 但这个一只酒桶已经被也看到了 没什么机会 这样的换现其实不错的 萨拉斯在中路对小炮其实换血已经是很亏的了 但是过来跟吸血鬼对拼的话 身上毕竟有个魔法护盾 这边点上大招 吸一口 反正前期 因为吸血鬼现在打上单或者打中单 出装一般都是一个燃烧宝石 再加一个魔法点 就前期出减cd 这种出法就是你有大招放大招 消耗一下 结果要把线换回来 回家之后踢中线 补一下 萨拉斯怎么出来是来了一个护臂 这样打小花会稍微舒服一点 没有大招的一个弗兰朵 没有被依到 而且弗兰朵这边是有点危险的 要测一下 小鼻有点多 但是弗兰也赶过来了 怎么说 看一下 跳上来 他没有攻击距离了 刚才是有点勾引的意味的 因为弗兰朵他没有大招 然后在上面消耗了一波 并且这个时候 中单应该是发了信号的 鲁匹应该是告诉了 等一下也就中部不见 是的 如果没有爆这个中密室 我觉得这才要开始 开始垫他了 对 应该就直接开垫的 这没有道理 你一个血鬼没有大招 我上去不垫你的 小炮第一件装备 还出了小隐魔刀 也是 打过了对面 对 AP点比较多的一个情况 打这个中野 这个小隐魔刀的性价 太高了 太高了 这波扫粉 直接打了一个时间差 过来要动这个峡谷先锋 毕竟第一条小龙是风龙 其实下半野 本来就不占优势 过去的话 也吃不了什么太好的东西 而且这一波 倒是挺丰命的 LNG直接把辅助也调了上来 确保拿这个峡谷先锋 那IG自己 现在也是选择 通过小龙来换 但这波交换的话 我觉得先锋来换这个风龙 肯定是先锋转 下路上路加上死哥 能不能把这个塔给吃了 三层的塔皮 这边好像只能放上路 让小花去推塔 上路放先锋 上路是四层 下路已经剩下两层了 现在 感觉 感觉是IG这边快点 对 IG应该拿得快 已经打完了 快 但是这一波冰线要没了 没小冰了 那这个上一塔 应该是 LNG先拿了 这波没有冰线太伤了 那这波LNG血赚啊 上路的一塔拿掉 下路这里 JK虽然也能吃到这个塔皮吧 五层满的塔皮 但毕竟自己没有吃到 这个衣血塔 还是有点伤 而且这个上路 二塔还能推 因为凯南这时候是在中路的 没有去回防的 上路还能再顶一下 九筒在这边也去看到了 那这边IG会不会说 往二塔去逼一逼啊 这上路就这样放了吗 但这个没有 你这个冰线是不支持 你推完这个二塔的呀 IG这边的冰线 而且小炮这个推塔 是比较快的 这边IG是换推了 还是没有注意到 这波峡谷先锋 带着可以撞二塔 并且小炮的推塔能力 肯定还是要 比IG这五个人 任何一边都要强 这边想反推一个 二塔 但这边已经推不了了呀 这边的小段 直接回防 继续回家 再补一个法穿鞋 现在的节奏 对于LNG来说 可以说是好起来了 而且也到了 他们想要的那个节奏点 就是这个时间 只要14分钟之前 能这样换完塔之后 他们就可以进入 自己的发育时间 他们这个阵容 往后发育 也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 IG这个阵容 他的问题是在于 他的开团会比较苛刻 他会让Jacky 在一个比较近的 距离用大招开团 或者让塞拉斯偷一下 对面九筒的一个大招 去开团 会比较好一点 他要这么开 但是只要LNG不想开 他可以让九筒 大招解围 大招解围 之后LNG 想走是可以走 现在外面也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远古资源 让LNG跟IG打架 所以下一条 如果水龙还放 换完之后 再刷一条风龙 那IG就很难受了 没有东西可以去逼了 一直拖下去 LNG就很舒服 但是相对于上把来说 IG这个阵容 也是能打后期的 就比上把好很多 上把是一个打野蝎子 所以你是必须得打前期 但这把打野是个死哥 然后上单再配个凯南 不管是带线 还是打团战的伤害 都比上把更加好一点 多一条路可以走 上单凯南去单单 毕竟是一把是AD牌 是的 结果的一个作业默认 确实单带也是一个办法 就开始说了 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上野两AP 所以一般来说是出一个小弯高 或者说出一个削鬼结账 然后再来一个作业默认 现在只要LNG中期不出事情 IG会非常头疼 IG现在要做的就是 尽量做视野 看能不能逼一下 或者说是逼一下中期的资源 让LNG来跟自己打 这个时候削鬼装备还没成行 作战能力 IG是在正面不出大事物 可以接赢的 但是很难开得起来 是个问题 这边还点了个赞 也是站在视野上的索粉 方方的肚层情况和上把 还是差不多的 只相差了一层 但是在分配上面来说 上一把阿修罗是吃到了700多 这一把他只吃到了80 这一把比较肥的 芬芬其实可以担当主力的输出点 所以给他吃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芬芬中期 小炮是一个很强的一种 他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TP 他不能过来支援 但是他这个边带 但他这波带点燃 是想单杀者赛 看一下直接跳上来 后排捉一口 一个大招 直接大走这个凯南 很漂亮这波 死个一个大招下来 但是伤害不够 直接第二发火箭跳跃 直接收掉凯南 虽然说AD凯南打吸血鬼是好的 但是也只能欺负这种AP 真要和这种带点燃的AD刚起来 还是比较难的 而且是这个隐魔刀太关键了呀 因为凯南虽然说你是一个AD凯南 但是你的所有技能伤害都是AP对吧 所以挡了很多的伤害 而且最主要一点是 芬芬很聪明 他跳上去第一瞬间挂E技能 然后A出来的时候 他大招也打出来了 没有让这个凯南大招打出太多的伤害 对 应该只吃到了一层大招的伤害 小胖下下路也被带 毕竟带的是一个爆破 而且身边还有一个古拉加斯 反蹲很稳 直接拆掉 他这带线的节奏起来了呀 那这样 对呀 而且刚刚说的分带这个点的话 如果让小炮去针对则赛的话 除了赚一手TP 其实IG这边什么都不赚了 这边其实我感觉有一点点想抓芬芬 因为塔姆在这个位置 但是纷纷也是及时消失在了视野之中 那宝兰过来排一轮视野 IG还是想通过这个小龙来逼一下团战的 但是这个时间点 蜘蛛鬼11级了 我觉得LNG可能不会让得掉水龙 看一下他们怎么抉择 想让弗兰多回家出装被过来 则赛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啊 可能又要被埋伏到了 往前带会比较危险 怎么说 自己的一也交过了 不能从这个路口过 如果从这个路口过又要死了 很稳 我感觉紫夏是不是在那种草丛 就自己蹲的比较多 所以现在有经验了 心里有数 对 心里有数 塞拉斯一段一 火箭腰带二段一阶上 还偷了九筒大招 炸回来 直接交出闪现 炸弹了原地 这一波九筒应该是塞尖难逃 但是这里好像纷纷 被晕住了 又舔了一下 直接被维鲁斯收掉 这有点 其实不打 我已经啥事都没了 应该直接在 就是这条看到这条水龙 就放了 就不要在这里蹲 或者这里出现 对 不打小龙啥事没有 对 就没有 不要对小龙有想法 炸弹是直接开启一个大招 回去守下 龙塔也没有放 那这波打的话 还算是打回来了一些 是的 如果LNG想接团的话 那就得赶紧过来抱团 反正这个时候两个人是脱节的 中野和另外三个队友 另外三个队友 刚刚那一波是在中路倾线 如果等到大家包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LNG其实上一波团 他们是可以接的 还是 Ruki找机会找的好了 Ruki看到酒桶那一瞬间 直接先交一段E 酒桶交完E之后 他火箭腰带 拉近身位 然后再一个E技能E中 我看一下 看到之后 E技能 逼你E 这完全脱节了 这个时候纷纷就有点不理智了 这边中路小段 直接开GKLUB 吃了一下 炸回来 但是后面没有输出跟上 两个TB踢下来 看一下要不要进去电 这个还是不好天雷的 塔下的位置还是算了 对 而且还是给AD开的 电不动 这边先把线给清了 但这一波这样打的话 雪鬼很爽啊 又在那偷偷发跃 时间现在对于E技来说 有一点紧 不过 他如果中期没打出来 后期也可以打 只是说后期 没有那么好打而已 小炮去上路继续带线 现在装备的话 只出一个小隐魔刀 没有要逼大隐魔刀 待会还是会补进 还是要补一下伤害装备的 如果出大隐魔刀 那就输出太低了 这边好像有想法 上路纷纷 又被发现了 打着跳走 这勾到了 感觉要被留住了 现在LNG不敢再生的 主要一个点是 因为他中路 没有推掉IG的一塔 IG中路有一塔 他中路清完线之后 直接塔姆和威鲁斯 往一塔后面一靠 LNG也不知道你往哪路走 他编带就不敢往前 这边JK把线清完 他直接往塔后一靠 那这边上路就得往后撤一下了 不然塔姆就会过去抓边 这位置 Rupi直接开启一个布隆 大刀留住了布隆 再回头一个火箭腰带 自己先逃跑 纷纷不断地往前追 但是吃了一下死 但这一波 等一下是没有TP的 这边的话会少一元大将 神枪的一个大刀 大刀后排两根单 瞬间被秒掉 他那个位置是 已经被威鲁斯打到 所以不能动 这一波在野区 打了个一换二 其实IG还是赚到了 凯南还在下路继续带线 这一波中下一起逼的话 LNG很难回首 对 LNG感觉还是有点急 他其实还是可以 继续分弄下去 就是不接 就接着分队 对 但他们这两波 选择了打架 但也没打得特别好 主要是Ruki 他先手抓得好 先把这个布隆给秒了 这两波Ruki找的机会 是让IG在中期 把经济给搬回来 能够在中期开始做事了 不过还是那个问题 下一条是风龙 LNG还是可以不接 这下一波如果LNG再不接 那IG就头疼了 这个龙的属性 对IG这个打法 其实不是特别的友好 先看一下这一波吧 这波小段的盾牌 是刚好 过去时间到了 挡不了特别多的伤害 后来血鬼踢下来 血鬼下来 闪现的一瞬间 失了维鲁斯一个大 动不了 自己这个时候装备 也是没有金身的 后面应该是有火箭腰带啊 后面是火箭腰带和金身 应该是 或者女妖也可以 感觉这把 弗兰索是可以来个女妖的 在LNG还是拖一拖吧 拖一拖吧 上一波也是有点着急了 觉得自己是在 上半部分野区的视野 做的比较好 但是他们有点低估了 这个中一塔 拖到现在没有拔 如果这中一塔拔了 其实刚刚那波入侵 做事还是可以的 中一塔对于IG 现在来说是 比较好的一个保障 现在双方还是处于 一个比较僵持的状态 中路稍微低了一下 想推这个中塔 但是IG的维鲁斯 站在这个中路 你就完全推不了 这个一塔 而且LNG 它是没有什么进化 也没有像水银时代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 所以如果吃了维鲁斯 一个大招 自己会很危险 还不敢推 中路双方不停的消耗 这一波好像是 LNG先把视野给落好了 他是想来动这个轮 应该是想接一波团 他感觉是自己这波团能接 但是我觉得还是 没有那么好接 这一波乐言 他是有了一个鬼叔 虽然没有金身 但这波有鬼叔 如果真打起来 我觉得LNG的胜算 可能不会有想象中的 那应该还是让掉了 虚语鬼这波 没有TP 还在上路带线 这样的话再往上面 有去靠 应该只是做一轮龙去视野 这一波虽然把风龙让给你 但是我可以把大龙的视野 这边全部做完 上半区 整个视野拿下 这一波 塞拉斯可以偷九筒的大招的 下一波 这个也将会是一个 开团比较好的节点 这一场小龙 对IG来说有点不友好的 是的 他们多希望 哪怕有一条土龙 对他们来说 都是非常好的 现在土龙来了 再下一条 但是下一条 LNG补完装备 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接的 对 那个时间点 就是27分钟了 那吸鬼应该已经能战斗了 下一波应该是 IG的最强 塞拉斯手里有九筒大招 火箭要带上去 没有异倒 九筒还有一个 一可以过墙 但是被晕住了 这边还想追Rookie 一个大招 把分分炸了下来 但是距离有点远了 而且好像是没有什么视野 这边 这次好像想继续电了 被小炮炸走之后 小炮被维鲁斯大招定住 直接射死 后面还想去动 给了一个大招 这边弗兰多想要进场 一个一技能 炸的还算不错 但是后面输出没有跟上 砸熟罗这么进场 后面一打三 正面的话是 正面的话 后面是有一个 但是一个AD的凯南 能有多少的作用 这边阿修罗一打三 反而是把宝兰的塔木 给换掉了 自己还没有死 这一波打下来 IG本来是在一个 比较赚的情况下 被阿修罗找到一个机会 突刀后排 杀两个 还要上去A 还好有个减速墙 不然的话 第一开始能A到的话 可能 乐岩这边也有点危险了 应该是E技能 W接AQ 乐岩就要没了 因为乐岩是没有护甲 这波打下来 LNG还是 我感觉LNG应该是小赚一点 毕竟AD是开始发育起来了 而且AD这波回家 来了一个水音 时代和 飓风 现在我们看到LNG 在疯狂拼这个大龙 他应该是担心 IG要动这个大龙 但是IG其实并没有动 因为这把双方AD 都是杨刀流的嘛 都有机会 动这条大龙 这波也是LNG 继续上去硬找的一个机会 而且这个大招 把芬芬给插下来了 芬芬W已经入CD了 他就E技能上去 二段E拉住人 就直接开翻了 Flander这个时候 伤害已经初步 算是有一点伤害了 他先拉开 这个FW的位置 然后再给个大招 进场 打完一套 这个位子阿修罗 切得非常漂亮 直接进去把Rookie 给收掉之后 这边接着风筝 这三人 看一下这边 航母一个散现Q 没Q到之后 回头A两下 再一个最后一下 打出被动 也没有放W 就硬是A了五下 A出了被动 这边也是宝兰刚才 也是没有计算 自己一个血量 没有开出黑盾 现在JK也非常知道 自己在中期 是一个输出主力 他做了一个隐魔刀 来防止吸血鬼 在中期对他的一个威胁 这个位置纷纷 要被埋不到 Rookie直接勾到中 芬芬赶紧跳走 九筒一个大招 这边是给了个救赎 要吃一口 散现走一下 撤掉了 这流到的是一个九筒 九筒开出一个金身 旁边此刻这个大招 放台不错 直接一闪撞一下 这边撞到一个 但凯南进场一波天雷 但是没有什么伤害 直接反手 阿修罗点掉 这是一个AD凯南 旁边弗兰朵 这里进场之后 打出一个非常高的伤害 又跳了起来 芬芬这里是完成了一个收割 这一波打下来 是打出了一个零换五 LNG 拿下这条大龙 应该可以 这波打完 我感觉应该 大龙拿下来 我感觉IG的胜利 但这个 吐龙30被 大龙给吐死了 赶紧溜 是个狗牌 有点危险 大龙拿下来 我感觉IG的胜利 可能只有两成步道 因为IG这个阵容 他最大的一个问题 他的手线能力 和塔架作战能力 其实没有那么强 因为他控制比较少 凯南刚才我们看到了 他哪怕是个天雷 也没有作用 因为毕竟是个AD凯南 如果他刚那波 是一个AP凯南 我可以说就爆炸了 是的 电到了四个人 但毕竟是一个AD凯南 没什么伤害 主要是他现在AD凯南 去单待 芬芬这个点 他处理不了 他虽然 他这个 忍足出出来 其实就是想针对一下芬芬 但是1v1上还是打不过 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 其实弗兰佐和斯大夫打得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 Jeky的位置 导致最高输出的Jeky拉 这波没有打出多少伤害 而且第一波死哥 是把大招给开掉之后 后面就没有机会 来收割残局了 可以看到弗兰佐 这波直接一伞进去 炸到了打野和一个维鲁斯 这边泽赛刚才是在我们回放的时候 看到好像有点迷路 但是这两个人的输出好像没有那么高 方便有个输出高的来了 纷纷来了 两枪直接爆死 这边泽赛的人头是让纷纷拿到 纷纷这波补完装备 再出来 这里兵线这么靠后 泽赛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位置 开始我看的是回放的时候 他在下路想要带线 然后被两个人给抓到 对应该是不断的往反方向跑 跑到家里去了 没办法 不过I7还好 这一波他不用担心 他不用担心超级兵的一个威胁 因为LNG按他的风格来说的话 这一波应该是所有的外塔 加野区资源 加龙 一般是这样来打 他会打的 他会打的 长半如森 来了 就一开 就一开 就一开上 叫又再次站得出来 虽然经济差齐千 但是IG不是说完全没机会 机会还是赢 但是LNG得大失误 就是那种小炮得跳到脸上去 那种 就把小炮给瞬间秒掉 但是也太难了 因为现在他们是三合的阵容 小炮上又是隐磨刀 又是金身 下路再线 下路再线 被绕后了 所以只能往反方向跑 LNG这边好像是要中 中下分带 小炮想了一下 还是不去带上路了 上路边线是可以自己过去 这边阿小路车 叫TP来下 他是已经吃到无尽了 IG这一波好像又有点 高地又有点威胁了 因为这波是补了装备 想直接过来逼的 这边看一下 九筒要不要开 九筒是没有闪现的 一个大招直接炸一下 没有开成功 我把血量控告一下 这边是直接过来 这边是偷的一个大招 是这个大招能炸死的吗 没有炸死 反而是自己是死掉了 那这样一波是 Rookie进去 想要收掉九筒 但是没有办法 那这一波下路高地 直接被推掉 中路小炮也在一起推 那这边两路 可能要直接没了呀 应该是稳破两路 然后LNG往后撤 因为他的血量不是特别好 而且这边开团的技能 已经没有了 瘟络也没有大招 直接一个红路锡 宝兰的血量很危险 直接被收掉之后 这一颗拉夫血量也很低 触发了一个大隐磨刀之后 要往后撤了 这边不敢输出 小豪跳了上来一个大招 一下平A 点燃上了 但是还好在泉水里 加了点血 没有被点燃死 那这样的话 应该是破了两路 LNG直接后撤 刚才这一波 想要强推 是有一点点勉强的 而且阿修罗被找到了机会 对 打了波2-1-2 对于IG来说 可以接受 没有被一波 但是LNG已经很赚了 他破了两路 下一波小龙 大龙他应该都是可以拿的 而且主要是下一波 如果说 下波小龙 大龙 能撑到那时候吗 不知道 我觉得LNG这波回家 直接推上了 应该是可以直接推上 我感觉 就按LNG的风格 他应该是 拿完上路 就是破完三路之后 直接去准备大龙 这应该是LNG的惯用风格 这波凯南进去天雷 但是AD凯南说实话 真的打团太难打了 A错人了 他A的是死哥 他如果AJK的话 应该没了 下一波纷纷是可以跳脸的 本来说跳脸死不 跳脸的话 LNG给机会 但他下一波 复活甲 复活甲都有了 而且弗兰多好 有帽子 这 现在这个装备 领先有点多了呀 三个C位 全装备都完美 都成型了 是的 接近一个1万的领先 这波应该是 中路稍微带带线 让超级兵进去 然后五个人抱团上路 下一波最大的问题是 西游哥有TP 如果说 埃及出来争 争大龙 他没有争过 西游哥PTP脱加 都已经 打不了那条大龙了 这波 LNG选择直接一个 4E分推 然后待会全部人集结这个上路 先等中下 超级兵送进塔 塔里面 哎 布隆是选择回家了 不演 因为他上针眼是已经断了 那还是求稳一点 还是要等下条大龙 这比起LNG啊 究极愤怒 还是你比较了解LNG啊 他稳了 因为整个夏季赛的解说 LNG比赛都是我说的嘛 所以就平常这种优势 他是绝对不会说 上路跟你稳拼一路的 就是大会我先也去做轮视野 然后大会打打大龙 大龙如果说你来争的话 我就去下路偷家 他也会说跟你接生 对 确实 因为如果说你上路这波来推的话 会给到IG 哪怕有20% 30%的机会翻盘 但如果打这条大龙 就是0%的几率赢 IG这边 真的很难很难赢这波团 而且现在LNG 他也不是说去上路推兵线 怎么这样 他就中路兵线一带 中路有超级兵 你手超级兵线 我也去做事 而且是两路的超级兵 一个AD凯南来守刀 还是有那么点吃力的 LNG这个阵容 本来打龙 有扬刀的一个AD 打龙速度快 而且他有一个较高的伤害 现在还有土龙加持 双ADC都穿上了红buff 这也太舒服了 阿修罗斯把IG的红buff给反了 也确没有事 这边Rush龙的速度也很快 这个龙是没有了 而且IG这边直接选择不过来打 因为在外面的话 被开起来就直接没了 只能守一波加 但守加也有个问题 就是没有人可以站出来开团 不会LNG稳到说 上路这个塔推也不去稳定推 就分带然后把兵线全部牵制住 让正面的话 IG一点机会都没有办法靠上路的这个塔去开团 其他队 其他队我不知道 但是人还要有机会 那肯定的呀 你看这边 直接分带了呀 直接把中路线送进来之后 上路稍微耗一下 等那个炮车A那个塔 看到没 现在他已经过分到 你这么有人我就不推了 就等那个炮车对吧 对我就正面让炮车来推 不过这边压了过来 稍粉是可以选择开团的 稍粉现在还在找机会 跑得非常快 现在脚上有一个掠食者 你走了溜了 稳不开 这边稍微消耗一下 好 证明你有人 这边大招逼一套 往射的时候 诶 这边乐园 乐园 直接死掉了 一个火箭腰带推进去 这边直接跳脸 推了一下 打了一波团灭 虽然说开出了大招 但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作用 最后一丝血的弗兰多 也是没有被这边 乐园的Q技能给收掉 那这样的话应该可以 一波结束比赛 LNG拿到三个赛点 先是2比0赢下了I技 那这样的话 I技自己 要加把劲了 对 这一局换上上野 但是没有特别好的作用 我们恭喜LNG 获得第二场比赛胜利 这一场LNG 继续把之前第一局 延续出来的这种 强大的运营能力 还是展现出来了 对 他其实 你要说他线上有强势吗 就可能纷纷 就纷纷这个点 其实是最肥的一点 对 稍微抢了一下 但其他路 他也不是特别强势 就是自己中期运营 他这个太老练了 看一下上一局 比赛的一个曲线图吧 经济 就前中期I技都是有领先的 但是中期的时候 LNG拿了一些小领先回来 主要是前期这个龙属性 如果说句实话 前期如果是真的土龙这样的属龙 让他们去通过龙附近的一个B团 让他们把团开起来 都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I技估计都惊了 为什么我这种要打前期优势的 风调雨胜 你只能说风调雨胜 你怎么说杀个河蟹在那里 对 其实这两把 这一把和上把 其实都差不多是 一波大龙打完之后 就定胜负了 因为其他队伍打完大龙 可能就是五人抱团推进 会给机会 LNG实在太奋奴 他根本就没有给你开团的机会 他就是推两路 就是把外塔全拿了之后 然后第二条大龙 然后再办死 而且这场比赛 纷纷的小炮 中路那一波 前期的时候 想强杀 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吧 不是小数人 太上头了 但是他整场比赛的 一个小炮的发挥 都非常漂亮 不论是扎鞭去抓人 还是说在团队当中 他的抓鞭抓人 再包括他找机会能力 都非常不错 我感觉 I技其实打到现在 这个时间点 他得思考一下 自己这个阵容如何 把选手的一个个人 优势给发挥出来 而且这局乐言 他的死哥说实话 并没有像之前那种 因为我感觉 LNG有研究 就知道他这个死哥 前期可能会做什么事情 然后他的一个 刷野路线 所以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他被打闪线 他就一直会死 一直会死 这让中期LNG 找了太多的一个机会 让野区死哥过得非常难受 是的 那相信大家 看完这场比赛之后 能量有点掉线了 跟大家说的是 上京东极战马 欢迎大家到京东商城 搜索战马能量 维生素饮料 获得我们2019的一个 电竞巴黎之旅的 能量大奖 这一场 怎么说呢 其实他 我觉得就是乐言的死哥 他想打一个入侵 这个想法 就无用之意 因为他个人的一个风格 就是这样的 但问题就在于 他前期劣势 过于大了 在野区 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被抓了这一波之后 他又在下半野区 去强行入侵 这一波 大家如果还记得 他的闪现怎么掉的 他其实在中路 那波有点骚 然后被 小炮找了一个机会 那波是掉的闪现 然后这一波 纷纷是 跳上来 闪现 一个大招 而且这一整把 可以看下来 感觉应该 LNG是对这个死哥 有所研究 因为当他没有闪现的时候 不管是配合 纷纷的小炮去 也去抓这个死哥 还是下路的辅助 即使是 对线有劣势 但是还是能 及时的包围过来 把死哥给逮住 这一波 我感觉 应该算是个转折点 因为本来 埃及是一个优势 但是 弗兰索进去 打了一波伤害 阿修罗在后面 杀了两个 这一波 一直打到现在 都是一个巨大优势 对 这波阿修罗 打得太好了 进去是 把残血的 Rookie给收掉之后 后面还一打三 把塔姆给秀掉了 你看一下这边 真的很帅 这波 A一下 再A一下 再AQ一下 再A一下 刚好是触发了一下 杨刀的被动 是多迭雷神被动 这一波 这边入场 打得比较好 少粉这个 E伞 他是看起来像 想逃跑 不是 他是想E这个塔姆 他是一个斜向E伞 所以杰奇没有反应过来 是正常的 在第一条大龙 打完之后 就可以发现 AD凯南 其实 在别人打完大龙之后 这个英雄 就完全没有作用了 你带不了线 然后打团 你也打不好打 其实这一场 如果他出AD凯南 输出 其实也会比较受限 因为 就包括很多人 出到了一个魔法 他们整个阵容的 一个AP点太多了 对 如果他出AD凯南 自己可能会面临 AP输出过多 那就中路小炮 就可能没有无尽 直接大影魔刀出出来 下路就是 什么AD大影魔刀 也没有无尽了 每个人都是出个 魔抗在身上的 那种感觉 上单女妖 打野女妖 这种 有时候你也说不好 因为如果说 你这把中期 找到了很多机会 然后凯南 他去找吸血鬼 一直找吸血鬼 代险 自己拿到了线上优势 在边路一时边代 而且说 他让自己的一个 下路组合来支援自己 多抓两次小炮 他也有机会 这个我们通过结果论来说 他出AD凯南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一个说法 但是得说的是 LNT在这两把的决策和运营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打 该打 什么时候不该打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 一个决策 这个 是很想知道 他们是怎么在短短的 一周多之间 把自己的蛇位 给完全消除掉 我觉得从之前的比赛 就能看得出 他们已经在进行 这个转变 主要是他们 场景升降比较长 而且慢慢进入到 这个季活赛的 这个时间阶段 你可以看到 他们打得很稳 他不会说 哪怕自己有优势的情况下 不会给对面说 找机会的情况 我们前面说了好多遍了 拿着大龙buff 他们从来不会 五人抱团推进 他们选择的是 能拿就拿 不能拿 我们就分带去走 IG是什么 IG强在打架 而且是强在一个 前期的血腥程度的节奏 而另一边 LNG他就是 拜拜 东西 我该放的放 你拿 我给你打 对 大爷里面行 这什么一塔什么之类的 您随便拿 那说句实话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 面对LNG这样的 强行的什么 他们该放的 都会放的队伍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 在阵容当中 再增强一个开团能力 这样的话 会不要太依赖于 什么野区资源 我去逼你团 我感觉确实 要增加一下野区的 应该是增加一下 打野的一个节奏 和开团能力吧 因为感觉前两把 第一把拿蝎子 但是那把输出太低了 然后第二把的话 拿死 中期就没开团 这个感觉 对于IG来说 会有点难受 看一下两边的一个选手 视力值的情况 这一把的视力值 阿秀卢是高了起来 审托过自己 那个大招 然后芬芬这里的话 她是拿到了 LNG最高的一个视力 这场打得非常不错 本场粉丝贡献榜 第一是Jeky Love 第二是乐颜 第三是The Shot 这一场我们开场前提到 纷纷的小炮 没想到就选出来了 这个小炮在中单 这个英雄池当中 真的是独树一致 而且可以说 他这把小炮 完全是克制了 泽赛这个单带点 因为可以看到 泽赛的装备出得很难受 他是先出了一个 智慧默认 来打这个西约鬼 后面又出了个 忍者足距 对 又出了护甲鞋 他就这样出完之后 他发现 他把小炮和打西约鬼 都不好打了 好 看一下 这一边的MVP 是给到了弗兰佐 沈张哥 4-3-12的一个战绩 66.7%的参战率 33%的伤害战比 这边的话是第四次 然后就在第一次拿到MVP 这场的血鬼 也是在线上发育的 非常不错 虽然说有被单杀 但是毕竟自己血鬼 没办法 你打一笛凯南就是这样 虽然被单杀了一次 不过扛住了压力 在后期的盘战 也是打出了爆炸伤害 这局 其实我得说 IG下局是一定得注意一下自己 首先 确实LNG拿了三个赛点 而且还有一点是 因为我们季游赛 他是有这样一个赛事 他前面的靠前的队伍 这场是IG靠前 他有三场选边权 所以他前面三场都是选边 但我算他下场赢了 那第四场LNG开始选边 他可能就 会让LNG打出更多战术出来 所以下场非常 非常关键 对于这边的一个IG来说 LNG其实现在 现在放松赢两场 打阿赛点了嘛 对 所以说LNG打阿赛点之后 IG这边 在下一局是选择来到了红色方 那人员又进行了一个变动 上单的 则下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打野的话 是把宁王给换上来了 那到底会打出怎样一个效果 我们稍息休息 马上回来 在离开之前 要跟大家说的是 大家记得把这个垃圾 送到指定的地点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离场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垃圾 丢在了现场 我们稍息休息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